现在我们就我们看这个六章 功于能 看功于能 work and energy 看这个work 他用这个功 我们通常做功 就赚钱做功赚钱是做什么功 只有这半天 可是他这个是这个功 所以这个功跟我们做功的功 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功呢 他有他的定义 这个功是这个定义 定义是这样子 如果这是一个物体 它在一个水平面上面 我们用一个力 与水平加西大角的力来拉它 使得这个物体做一个位移 S从这里到这里来 这个是他的分力了 我们就定义 什么叫做功呢 就是F 跟这个S 位移的内积 它就是这个 定义就是定义 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这么规定 那么因为F 是等于F S 乘上 Cos 所以它就是这个 定义就是这么简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 功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存量 没有方向性的 可是 它是有正负号 因为Cos 有正有负 它的单位呢 我们是用 这是用 Newton 这是meter 所以它的单位就是Newton meter 音质单位就是 尺磅 Foot pound 尺磅 它是 功虽然没有 功虽然是存量 可是功它有正功跟负功之分 F跟S 两个向量 这个跟F跟S 两个向量 夹角的问题有关系 Cos Cos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如果 利潮这边拉 它跟S之间的夹角 C 小于90度 那么这个Cos 是正的 所以它做的是什么 正功 就是C 是90度跟0度之间的话 是正功 如果 θ是大于90度 在第二向线 在第二向线 小于π 大于等于二分之π的话 这个时候Cos 它是负值 它就是负功 还有就是 当利跟位移 夹90度角的时候 这个功是0 叫做0功 你用尽的力量去做 但是你的功还算0 只要你跟他的位移 是垂直的话 那么复功跟正功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正功就说 你向这边施力 因为它比较偏向这个方向 它的分量在这个方向 就是说 你往东推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也往东跑 那这个功是正功 这个力往这边偏 这好像说 你往西边 偏西边的力量 推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却是往东边跑 那你这个力做的功 就是复功 正功跟复功 就是 就是一直在这里 比如说 你现在推一个车子往前 推一个车子 它不发动 你推它 那你对车子做功 在车子往前跑 你推车子的力 就是正功 反过来啊 这个车子也推你 对不对 车子推你 这个力量 是跟它运动的方向相反 可是它却是往正方向运动 力量是往负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 车子做功是做什么功 车子对人做功是负功 人对车子做的是正功 好 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要注意 什么叫做总功 Total work 像这个物体 它摆在地面上 它受几个力啊 我们看它的力图 重力 F是接触力 还有这个面的接触 这个面接触 正向力跟 切线方向的力 摩擦力 有四个力 它的位移是从这里到这里 位移从这里到这里 OK 或者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说 每一个力都会做功 F的功是F dot S W的功就是W dot S N的功就是N dot S FK的功 F dot S 那现在我们说F dot S 就是F S cos theta 这个功跟这个功都是零 因为W跟S垂直 N也是跟S垂直 所以这两个都是零 那这个是180度 最负的 Total work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这样子 你看这个式子 原来这样 大家都有S嘛 对不对 我就把S提出来啊 里头就剩下这个啊 这个是什么 合力 所以Total work 也就是合力 对这个物体 所做的功 那每一个物体 对这个功 所做的 每一个物体 对这个物体 所做的功的总和 叫做总功 也等于 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 的合力 做的功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记起来 OK 我们现在 看一个这样的问题 看一个立体 这里有一个物体 它摆在斜面上面 摆在斜面上 这个斜面的斜角 可以由这里 可以知道 它从这里推上来 它高度升高了三公尺 水平的距离是四公尺 所以这个是几度啊 应该是三十七度 对不对 如果这个物体的质量 是十公斤 上推的距离是五公尺 就是S等于五公尺 升高三公尺 G等于这个 求推力所做的功 求功 我们马上就想到 功的定义 功的定义 F Sigma F 总功 现在 求S 求P所做的功 求P所做的功 好 那你现在 我们看 身高三公尺 它没有讲P时多少 它现在推上去 它没有讲它有加速度 它就是这样 这样推上去 等速的推上去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关键物体找出来 你看 因为我们要用到力嘛 要用到力 最后我们还是要求力 因为 总功它就是 合力 对外力 合力所做的功 合力就是 你要把所有的合力都画出来 那你一定要画力图 OK 位移也画出来了 位移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有功的定义 它就是P dot S P dot S 你看 P是这个方向 S也是这个方向 因此它的夹角就是零度 所以 它就是等于P乘S 可是P我们不知道 P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它是 等速把它推上去 OK 你看 等速推上 五公尺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好 我们这个数字里头 P不知道啊 那我们就要求P啊 那求P是什么问题呢 力的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是平衡 还是不平衡呢 是平衡 因为它没有加速度 等速 所以我们就用平衡的问题来做 你看 这功的问题里面有平衡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 我们就按照平衡的问题来做 那么 我们把三个力图画出来 三个力图画出来 MG P Normal Force Friction 假设它没有 那Sigma Fx 它减掉MG3C 它等于0 从这里就解得 P是等于 58.8牛吨 好 P解出来以后 我们就带到这个公式 就得到 work 所以你看我们 求平衡问题 它不是专门用来做平衡问题 你求这个问题 求功的时候 里头也有平衡的问题 一遇到平衡的问题 你就要把处理平衡问题的药理拿出来 它的步骤拿出来 OK 所以现在你就是 学了很多很多的 学了很多很多的基本方法 将来呢 你要用到什么方法 你就把用到什么 你就把那个方法拿出来用 所以你要脑筋你要记得这个 你学过哪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求过平衡的问题 学过这个 用动力学 来求这个力的问题 然后又求功的问题等等 你都要把这个药理把它记住 好 如果我们用的力不是一个定力 像我们前面那个力是一个定力 那它的功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物体 沿着这个路径走 它的位移最后 它的路径也不是直线 这个力也会变 那这个功怎么办呢 好 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把这个路径 把它分转 好多好多个小路径 看到没有 delta S1 delta S2 delta S3 我这是画得很大了 其实我们画得很小 那每一段小路径里头 它的力啊 比如说F1 因为这个路径小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力呢 我们当作在这个路径里面 这个力没有显著的变化 可是换一个路径呢 这个力就有变化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好多段 那么这一段的弓 F.delta S 加上这一段的弓 F2.delta S2 加上F3.S3 delta S3等等 加起来 这个就是全部路径的弓 OK 全部路径的弓 那么这个F F是这个方向 高的它的话呢 就得F 存在cosinθ 就跟这个delta S同方向了 可以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好 那么 如果这个路径S都是去无穷小的话呢 那么这个 就可以写成积分 这个和我们就可以写成积分 在limit这个就可以写成积分 那就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这Fs的意思就是说 F在 位移方向上的分量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再看 好 以后你们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积分号里头 不可以有向量 你这个是向量 对不对 你要把它化成纯量 要化成纯量 这个 化成这个就是纯量了 这个样子化成这样子纯量 还有你变成这个以后 还要注意 一个积分号里头 只得有一个变数 那你觉得S是变数 θ跟F是不是变数呢 如果θ跟F不是变数 是常数 你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 但是如果是变数的话 你再留在里头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把这三个变数 之间的关系要找出来 化成同一个变数 那么我们再看 因为 公 从你看 Fs 从A到B所做的公 所做的公 我们从这个曲线 这就是F跟S的曲线下面 我们知道 这个公其实是什么 是什么 是这个的面积 就是这一段的面积 就是说你Fs Fs就是 力在位移的切线方向的分力 跟S的关系曲线 下端的这个面积 下方的面积 就是它的公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 像这个 有时候我们 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题目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运用功的问题 这个天花板 上面有个单摆 这个单摆 本来是垂下来在这里 我现在 用一个水平力 比如说我这里 吸一根 没有质量的绳子 拉这根绳子 水平拉的 拉的 越拉绳子的力量越大 因为你 我们拉它有个要理 就是不让它 不是一下子转 一下子抓它 就会自己弹上去了 自己摆上去了 我们是慢慢拉 每一步都好像镜子一样 拉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这个力呢 它不是一个定值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力 从A点 拉到B点的时候 做的功是多少 那这是求功的问题 对不对 功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就想到 它的定义 定义 定义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把 功 等于F dot DS 把这个写出来 把这个写出来 P P dot DS 把它写出来 好 再来我们说 这个不可以是有项量 不可以有项量 我们有两种方法处理 一个就是 像这个是内积了 你直接把它内积 就变成那样了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力 跟这个 都分成 分量 低卡尔坐标 就三个分量 等等 那么我们目前是把这个 化成存量 你用了这个以后 我们说这个S CTA P 是不是 就是这三个量 是 是变数呢 还是 还是常数 S当然是变数 CTA跟P 是变数 还是常数呢 好 那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图 画出来 怎么画 就是说 你P 就是把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不是 从A到B吗 好 我在A跟B的当中 画一个这个物体 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位 它在某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绳子是这么一条 绳子这么一条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 它的外力画出来 外力 外力就把外力的要领 用出来 一个要领就是 超距力 然后呢 拉力 这是接触力 还有绳子的张力 也是接触力 是三个力 这三个力 好 这三个力里面呢 这个P 你知不知道啊 我们知道这个P 这个力呢 是越来越大 因为 你在这里 根本就不要 不要力量 它都在这里 你要拉的 角度 过来一点 你就要大一点的力量 支持它在这里 再来的 要更大 所以P是一个变数 那θ呢 θ当然是一个变数 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θ在这里 再过来 θ又变大了 所以这三个都是变数啊 三个都是变数 我们现在要把它 化成同一个变数 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P 我们不知道是多大 多大我们都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P 求出来 求P的时候 又回到什么问题啊 求利的问题 利的问题 我们把它分成什么 平衡跟不平衡 对不对 现在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啊 平衡不平衡 平衡问题 因为这是缓慢的拉过来 就是说每一步都好像是静止一样 所以是平衡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 我们就用平衡的问题来做 好 平衡的问题 我们就用平衡的问题来做 好 我们先把 P我们还没求出来 我们知道θ是变数 DS呢 DS就是 比如说它从θ 再往前拉一个dθ的时候 角度变一个dθ 这就是DS啊 DS就是这个 它的位移 很小很小的时候 这弧就是 就变成DS 好 DS是等于L乘上dθ 这个弧长子 这个弧长子 线长子L Ldθ 所以我们 S已经用θ表示了 那P也要用θ表示 那现在我们要求P 平衡第一条件 因为是平衡问题 平衡第一条件 把P P Sigma fx P 这个方向是T sin θ 朝左边等于0 T cos θ 向上 减掉 W是Mg 朝下 所以我们得到P 等于Mg tθ 好 我们现在把P 跟DS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是带进去了 可以化成这个样子 3θ dθ的积分 就变成 fx3θ 把这个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最后就求出来了 这一题回去 你们一定要 仔细的去 去思考一下 因为它里面 讲的很多很多 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 公 你基本上里头 不可以有向量 你把它变成 存量以后 它只得有一个变数 一个积分号 一个变数 两个积分号 两个变数 OK 当中你看 又要求P 那又是平衡的问题 对不对 问题里头套问题 问题里头套问题 那这个都是 我们都是要用 要用这个 我们把我们学过的东西 通通用出来 这是一个弹簧的问题 弹簧 你们都学过 你拉弹簧的时候 这个弹簧会有一个 恢复力 恢复力 弹簧的恢复力是什么呢 你拉到x远 它就是负kx 那么你拉力呢 拉到那么远 这是kx 这个是正kx 这个是负kx 好 现在我们说 有一个水平弹簧 有一个质量 系到这里 它没有摩擦的水平面 从这一端固定在墙上面 缓慢的把物体 从x远 缓慢的 拉到这个 x等于x的地方 也就是说 弹簧增长度是x 这是x等于0 拉到x等于x 它从这里到这里 长度就是x 现在要求这个力 所做的功 你看这个力会变 你弹簧越长 这个力就要越大 因为它随时保持平衡 就是随时没有加速度 你拉到这里 就等于这里平衡 再拉过来 又是这里平衡 好 那现在 我们因为是弹簧问题 所以我们假设 弹簧还没有伸长的时候 这个叫弹簧的原点 x等于0 好 然后把它拉到距离弹簧 x处 然后把这个地方 x处任意位置的地方 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 这个物体受哪些外力 现在 超距离 弹簧跟它接触 有恢复力 拉力 还有这个面跟它接触 有垂直分量 有切线分量 OK 1 2 3 4 4个例 然后它的位移是dx超 dx等于dx 它的向量式就是这么写 然后dw 我们把这个w等于f.ds 两端微分就变成dw等于f.ds 因为 我们最好不要用 马上用积分式 用微分式 把这个处理成纯量以后 我们再来积分 就是 这个 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式子 变过来了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应用这个牛顿第二定律 来求 这力图画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 求f 因为我们这个力 基本拉力 它处处在变嘛 到底是多大 我们 不知道 其实 因为它是 在平衡 平衡状态 其实也可以说 我们用平衡第一条件来列示 Sigma fx 就是这两个力 fgen fel elastic force 那么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f等于 fel 那fel呢 它的大小 是等于 kx 等于kx k 好 适中 适中 fel等于 f kx 弹簧的恢复力 这个是向量式 这是大小 然后我们把这个值带到这里头来 把这个值带到这里头来 就得到这个式子 OK 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图来做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图来做 因为你的f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用这个 这个f 这就是 这个f f跟这个x的关系 f是等于大小 其实你就可以看这个力了 这个力其实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就是大小等于它了 是等于kx 所以你画出来的曲线 就是这么一条直线 那么它跟x轴的 它底下的这个面积 从0 0到x 这个面积 就是代表公 这个面积等于什么呢 这个面积就是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二分之一 底 层高 你看这个层出来就是这个值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也把它的 这个特性用出来 求它的功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